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转身史莱姆动画版中,阿德曼终于登场了 他一身骷髅的样子,让我想起Overlaw不死之王者的安知 因为同样都是不死族,还一样是骷髅模样呢 在其他动画作品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不死族 在转身史莱姆当然也会出现这样的角色 他的名字是阿德曼 他是克雷曼部下的五指中的食指 猪菜首秀战斗就是和他对战 他被猪菜可以使用神圣魔法而感到惊讶 如果阿德曼真的死出全部死里 我认为猪菜等人有可能会输 这个我会在后面的部分解析给大家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阿德曼是克雷曼无子之一的食指 他是率领无数不死系魔物的死灵之王 但他不是自愿要守护克雷曼的堡垒 他是被控制之下 所以在没办法之下 他为了和猪菜一战 阿德曼登场的时候 他已经是一副骷髅的模样 全身散发出巨大的不祥之力 到在最后的时候 他被猪菜这位的年轻姑娘点醒了 他对猪菜没有怨恨 甚至心深感谢和尊敬他 他称猪菜为个下 所以可以预测 他生前还是人类的时候 尤其是个品格不错的人 虽然说他是克雷曼的部下 但他对克雷曼完全是没有效忠心 因为他是被前魔王卡扎利姆向众 成为魔王克雷曼的五子之一 他的任务是将任何的入侵者格杀勿论 阿德曼自己也无法自杀 是因为魔王卡扎利姆的诅咒控制了他 所以他永远也无法逃离这个地方 他已经被魔王卡扎利姆 束缚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一千年了 这诅咒也并非轻易打破 阿德曼已经放弃要拯救自己 他已经任由上头的命令来行事了 直到他遇到猪菜 他惊讶为什么猪菜身为魔物 可以使用神圣魔法 没有神明的信仰之心 是不可能超使神圣魔法的 猪菜令他的世界开始有改观了 猪菜明确地告诉 不只是只有人类可以使用 只要相信奇迹并祈愿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信仰之心越坚定 强度越强 而且信仰对象 也并不是现已神圣的存在 不分善恶因为思念之力越强 就会转换为力量 阿德曼被猪菜给点醒 但还是身不由己 他还是得和猪菜一战 猪菜的魔力量远不及阿德曼 所以他在射陷阱 让阿德曼使用灵子崩坏 这大招曾经日向对里姆路也使用过 猪菜曾经改写了阿德曼的魔法术士 他重够了阿德曼的魔法 利用他的魔法能量打败了他自己 阿德曼虽然被击败了 但没有死去 还解除了祖座的束缚 阿德曼生前可是个人类 变成骷髅模样的阿德曼 依然还是穿着圣植衣 这件圣服是高级祭司才能拥有的 阿德曼生前曾经是西方教会早期的红衣主教 当时该组织还没有到达新日的神域 他是神圣法王国路贝里欧斯 统治下小国之一的王子 他是教会性兵中最杰出的修行者 阿德曼以圣取士的身份自力传播 路米纳斯之名 他深深对路米纳斯着迷 他当路米纳斯是他的神明 最初他的战斗风格为格斗 随后为了辅助艾伯特而改之为法师 他也发现到自身的天赋所在 他的前程使他获得了红衣主教 红衣主教是教会中最高级别的称号 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神圣魔法大师 不过他在路米纳斯贵族等级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 所以他就要被努力将魔法夸展到其他类型 一路上他有个好朋友盖多拉的陪伴 他们长时间一起研究和讨论 同时继续磨练自己的技能 他想要到达圣人阶段 最终阿德曼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在只差一步就可到达圣人时 他被欺要锁片 他们由于担心阿德曼的权力地位会上升 他们又骗阿德曼前往一个地方 当然阿德曼可不知道他们的意图 前方等待他们的是 危害人民的一大群不死生物所在地 他和他最信任的战友埃伯特 以及一直敬佩他的远征军一起出发 埃伯特是在克雷曼据点攻略战时 他与百老监督的布巷上下 实力旗鼓相当 当他们来到朱拉大森林最边缘 等着他们是一头死亡之龙手率领的不死军团 在这里就是他们的死亡之地 阿德曼在濒临死亡之时 他向路米纳斯神祈祷伸出援手 但最终没有得到回应 阿德曼失去对神的信仰 后来好友盖多拉得知阿德曼的死 他在阿德曼身上舒展出生秘术 但周围的脏气和死者怨念的缘故 导致阿德曼变成窟窿容貌的死灵 他的心出现引起了当时魔王卡扎利姆的注意 从此他被卡扎利姆的诅咒束缚在这片土地上 被迫成为克雷曼的部下守护这片土地一千年了 后来在和朱塞一战后 他原本对路米纳斯的信仰已死 他觉得是时候寻找一个新的神了 他想见一见朱塞提及的利姆路 朱塞解释说虽然尊敬利姆路 但并没有上升到信仰 但阿德曼已经疯狂了 听到利姆路的名字有点陶醉了 阿德曼应该是和迪亚波罗同类吧 在阿德曼不断要求之下 朱塞唯有答应了他见利姆路了 那么阿德曼有多强大呢 经过利姆路将究极技能智慧之王取名为夏尔后 从智慧之王分离出了神智赫夏尔 他与利姆路的魂童话拥有了完全的自我 夏尔他帮助十二手护王以及其他部下能力赠予于进化 他主要是擅自改造 他又喜欢改造及强化能力的嗜好 阿德曼也经过夏尔觉醒进化后 得到新技能 魔道之书 死灵之书 他可以使用死灵魔法 神圣魔法 他有一招圣魔反转的最佳技能 这能力是将圣属性和暗属性反转的能力 他能消除自己圣属性的弱点 因此不死族的弱点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 他可名副其实地成为不死者之王了 还有死者支配 可以强化他所支配的军团 他的不死军团也可以不断地增加势力 他也获得离姆鲁授予的特质级装备 死里已超越圣前 他和艾伯特已经死灵龙组队 击败了盖多拉三名弟子 他努力不懈修行也成为了离姆鲁的圣魔十二守护王之一 离姆鲁赐予他明灵王称号 那么在前面我说阿德曼使用权力的话 猪菜等人有可能会输 其实在那场战斗中 确实是对猪菜他们非常不利 苍蝇对战死灵龙情况也不利 因为死灵龙的灵魂不在身体里 就算怎么样的攻击或消灭他 死灵龙还是会再度复活 或者是说无限复活 因为他的灵魂就在阿德曼体内 进行持久战的话 情况对他们不利 如果阿德曼躲在后面指挥的话 这一场将会是苦战 因为苍蝇要对付死灵龙同时 还要保护猪菜 另外百老对战的对手 是阿德曼的好友艾伯特 艾伯特胜前使得承受到了 敬畏师团的咬情 所以他的死地也是一流的 他的剑术和百老互相上下 加上艾伯特也是护死神 如果阿德曼不是为了出来说话 一开始就使用全力以赴的话 约洗猪菜他们真的会输了 毕竟他们没有对抗护死的能力 但幸好他的个性不坏 而且也是非常崇拜黎姆路的人 黎姆路又多一个 类似迪亚波罗的疯狂者了 你们觉得呢 你们还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